关心现场最新消息 在新北市有一栋公寓的四楼住户 因为不满一楼屋主 漆水泥墙还占用骑楼 租给一对夫妻来经营面摊 认为妨碍他停车跟通行 所以这名不满的四楼住户 八年来屡次停放机车 或摆放花盆杂物 来挡住面摊的走道 反而让面摊的老板报警提告 最新情况我们连线给记者杨荣 好 之后你可以看到 新北市三重这个骑楼 是被厚度大约25公分的水泥墙 给霸占住了 其实旁边是面摊 另外一边是大楼的住户 其实是二楼的房东 当时是因为要把一楼的店面 租给孙姓老板 因此是盖了水泥墙 不过却引来旁边四楼的住户不满 因此他八年来是不断的面摊 把机车堵在门口 甚至乱丢纸屑垃圾或是烟钉 那导致孙姓老板是非常的不满 因此告上法院 让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我问他说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这客人要进来 有大人跟 有老人家跟小朋友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他说我高兴啊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这个是公共测局啊 我爱怎么停就怎么停啊 他就这样讲啊 他每天都是这样 那有很多名的邻居呢 也表示非常的不堪其劳 那这名四楼的住户呢 在当地住了三十多年 那举止呢 是越来越夸张 纯有杂物呢 挡住孙姓老板的出入口 那例如呢 半夜还会故意大声的击掌 或拿广告传单乱贴 或乱撕乱丢 那常常引来里长呢 跟辖区的远景过来调解 那不过呢 这名四楼的阳性住户呢 是认为呢 他也有苦衷 要他们的将心比心 不过呢仍然被起诉 强制最先 相信状况主播